春节过后比亚迪带头打响了龙年价格战的第一枪 并喊出了电比油低的口号 随后长安起源哪吒汽车上汽通用50纷纷跟进 新能源车市从油电同价走向了电比油低 动辄大几万的降价幅度不得不让人感慨一下 真是太卷了 本就打算买车的您呢是不是更加的蠢蠢欲动呢 今年买车到底怎么选 有句话说的好买的贵不如买的好 我这就给您盘点一下 2023年各价格区间的畅销车型 希望给您新的一年买车带来一些参考 10万元以内的燃油车型销冠肯定是日产宣逸了 今年以376109辆的成绩 成功的占领了2023年全国燃油车市场的销量冠军 同时呢也是连续4年 蝉联中国燃油车市场的年度销量总冠军 高性价比与稳定的性能是涉款车的畅销主要原因 堪称是一款面面俱到的全能型的家轿 10万以内新能源非海豚莫属了 367,419辆的成绩 蝉联A0级汽车市场的销灌 凭借亲民的价格 实用的配置 迅速满足了大部分用户人生第一辆车的需求 2023年 A0级的轿车市场迎来了5年内首次正增长 恐怕比亚迪的海豚做了很大的贡献 10万到40万的价格区间是各大车企竞争的主要战场 明星的车型更是比比皆是 10万到20万的燃油车 大众朗逸是其中的佼佼者 全年销量34万5879辆 排名燃油车榜单的第二名 第一名呢就是刚才说过的轩逸 两车售价有部分重叠 朗逸作为德系老将 在车市中呢一直是颇受认可 10万到20万的新能源车 秦Plus全年销量43万4213辆 稳稳的成为自主品牌畅销车型之一 新年刚开工 秦又开启了电比油低的价格时代 着实带动了一波消费浪场 20到30万的畅销车型少不了开美瑞 开美瑞的售价在17万9800到26万9800 去年销量22万5503辆 比中型车排名第二的大众帕萨特 还多出了3.5万辆 有意思的是啊 开美瑞有两种不同的前脸设计 一种呢是年轻运动 另一种呢是沉稳豪华 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审美需求 怪不得国人对他就这么认可 20万到30万的新能源车 也有一款明星车 值得我们说一说 那就是Model Y Model Y全年销量456394辆 稳稳的占据了这一价格区间的销贯 虽然Model Y争议不少 但销量始终没输过 12月单月销量62158辆 数字非常惊人 很大程度高保有量加持了品牌的效应 30万到40万的燃油车销量冠军 花落奥迪K5L身上 奥迪K5L全年销量15746辆 这款车型外观年轻时尚 但尺寸在同级别的车型当中 只能算是表现一般 车长不到4米8 轴距接近2米9 车圈里有一个梗 K5-7之所以卖的不好 全是因为像K5-5 而K5卖的火呢 又全因为太像K5-7 这一波操作呀 非得把德国人也给整蒙了不可 30万到40万的价格区间 还有一款明星车型 我必须给您介绍一下 那就是腾式D9DMI 这是一款混动MPV 全年销量10万02580辆 是不是还不错 腾式D9DMI是由北亚迪和梅塞德斯奔驰合资打造的 可油可电 具有平顺无顿挫 静谧无噪音的优势 这些都是燃油MPV难以企及的 到这儿呢 基本上能称之为畅销的车型 都给您盘点差不多了 剩下的呢 就是50万到100万的车型 总销量呢不占什么优势 但个个呢都自在流量 不妨让我给您介绍两款 理想汽车最近公布了官方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共交付了37万6030辆车 创造了中国新势力车企的新纪录 其中呢 理想R9单一车型就贡献了11万4377辆 果然是能装得下全家人的兴趣和远方的车 奔驰S去年销量22700辆 在百万级的豪车市场妥妥的排名第一 奔驰S级一直是豪华轿车的代表性车型 全新奔驰S成功的融合了豪华和运动两种元素 不仅是一款豪华轿车 而且是一种兼具多功能的工程艺术品 如果您正在考虑购买一款豪华与优雅兼固的高性能 先进科技感的车型 不妨您考虑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给您带来的2023年最畅销的车型 希望给正在买车的您带来一些帮助